如爱这一方面其他的东西 学一点新的东西 我想家人健康 我想疫情快点过去 然后想 真的很想开演唱会 对 小莲说说 我真的特别想休息 我这几年来 提着一口气 也许这集播的 日报电影应该快下映了 等它下映以后 我就感觉 所有的事情都 再石膏一段落 对 我休息吧 我还很贪婪的一个人 我休息 不能说一个星期 我得一个月 两个月 就这几年来 我就是这样的 我的工作量其实非常少 我每年除了一个王牌 基本没有别的工作 后来戏拍完了 多了一个青春环球节 我在前年 我就已经开始策划 如何休息 如何休息 因为这事忙了两年 跟你凡尔赛去 那你准备怎么休息 他就是放空 度假 我甚至想把所有的东西 都搬到三亚去 工作搬到那里 你不是休息 你是换个地儿干活 我跟你说 你在那个环境下 你就不一样 放松 而且我到三亚 我就不过敏了 我身体不好 因为我是南方人 我在北京待着 我在现在每天 鼻腔里全是血 然后皮肤也特别粗糙 你一到三亚 哥 你是没见我呀 我那水嫩的哟 去三亚看看 这胳膊腿都已经不一样了 胳膊成腿了 我也希望我休息 但是真的有工作 你想 你喜欢的工作到了的时候 就是你更想做这件事 我特别想一年 拍一部电影这样 完了就玩半年 干半年工作 来 杀一个说说 你这刚从组里出来 拍了那么多天 这个光说想有的时候 其实是很矛盾的 你说我想能多一点时间 多在家陪陪孩子 可是有的时候呢 我又觉得我作为一个丈夫 作为一个父亲 我觉得我要有自己的事业 你看今年这个春节 我就没陪他们过 我觉得挺遗憾的 但是呢就是因为工作 我后来跟组里 请了两天假 回去了之后啊 我做了两天饭 这两天比在组里还累 你再晚睡 初一早一早 你七点多也得起来 给孩子做早饭 你知道吗 初二回去组工作 然后所有剧组的人 都说我瘦了 我们现在在说 我想如何如何 其实想只是你的一种愿望 可是你有的时候 你会为生活 为了家庭 为了孩子 你去你做另一种 你想的事 想和更想 朗朗也新做父亲了 我俩在那儿聊天 他说 哥你等会儿啊 我得接个电话 他说你知道吗 我现在当爸了之后 我电话只要一响 我马上我就得看 是 他说因为我得知道 我儿子什么情况 你知道吧 这个月对我来讲 确实是变化很大 就感觉是一个重新的 一个开始的感觉 以前我就经常听别人说 就看到小孩的时候 那个兴奋 我看到我们家的小孩 就是那种感觉 是真不一样 太亲的那种感觉 有小孩以后 人的心会软很多 我就感觉到就是性格 变化挺大的 吉娜在这个过程中 也很辛苦 需要操心的事变多了 考虑的更多了 是吧 但是是一种 非常美好的那种感觉 当然了 我还是想 今年就是 兼顾家里的时候